第2節,我們繼續訪問胡家棟先生 胡先生是鐵缸現貨的首席財務官 鐵缸現貨是一間生產鐵礦在俄羅斯境內開礦的公司 基本上上節都是講開鐵礦 但這間公司還有另一個生產是鐵礦 我小時候讀書時,物理和科學都很肥 不要緊,鐵是很專門的一件事 鐵是一種金屬,用於Billy的眼鏡、手錶和鐵金屬 這是什麼鐵礦? 沒錯,直接是鐵礦 我們公司除了生產鐵礦之外 在另一個範疇生產一種叫做鈦晶粉 其實它的化學名稱是鐵礦氧化鈦 沒錯,除了可以生產鐵金屬外 主要是用於工業的用途 包括一些油漆 凡是有白色或淺色的材料都會有鐵金屬 譬如白色的紙張,穿著白色的襯衫等 都會用到很少量 沒錯,都會用到二氧化鈦 我們在生產鐵精粉的過程中 會有一個副產品 這些白色的產品 副產品就是我們所謂的二氧化鈦 二氧化鈦 我不知道,我不太懂 我的科學都一般,很科學 譬如一般人說,我們知道鐵是什麼 鐵的最大問題是生鏽 剛才有一句說話,恨鐵不成鋼 原來加上碳也會堅硬很多 但現在會將鐵的部分 再加上其他元素 就變得更加建立,變成所謂的合金 其實應用情況是怎樣 譬如鐵最大的用途在中國境內 一個發展中的經濟,就是用來起樓 說你的鋼筋,加上水泥就能起樓 所以那個量很大 但要用鐵的成份 那些精準度 可能不需要很厲害 但譬如做一些工業產品 甚至飛機大砍才算 全部都要用到合金 譬如說,在你公司的產品 那個範疇 會應用到什麼情況 我們鐵方面主要是賣給國內的鋼鐵生產師 至於它拿我們的鐵來,加些什麼呢 就會生產出某一種鋼材 可能會涉及到加一種繁 一種叫做Vanadium 會令到鋼鐵更加堅硬 或者成為一種合金 令到它在某一種用途上面 譬如它需要一些精準度高一點 可能用一隻在一隻突鋼做手錶 或者做一些更加堅硬的鋼材上面 是需要用到的 剛才提到會不會做飛機大砍 或者是太空船等等 在剛才提到的鈦金屬方面就會 因為鈦可以成為一種很輕型的金屬 譬如是一架大型的747客機 據我所知有超過30%的材料 都是用鈦去做出來的 那方面當然可以輕一點 或是節省燃油等等 所以那個用途 除了剛才我所說 在工業上 在製造飛機大砍上的硬材是會用的 的硬材是用得到的 但譬如說你公司 我想了解多一點 譬如是營運的部份 你最主要是用鐵礦 但香港副產品又有鈦 其實鈦和鐵礦是相差多遠 鈦是貴很多的 令到公司做營運的時候 雖然我做鐵 其實最好是賣鐵礦 不賣貴一點 會不會是這樣的情況 我也希望有這個情況 但做不到 因為剛才我所說 我們鈦那方面 縱然它的價格是很高 但很少量 但始終是一個副產品 我們不能說 我今期想生產多些鈦 不生產鐵 不可以的 因為副產品 顧名思義 一定要產出鐵 之後才會有鈦 不過有一個好處 因為最近大約十二個月之內 鈦金屬或鈦精粉的價格 的確是高了很多 在我們做財務預算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還未生產之前 我們計過財務預算 估算的鈦精粉的價格 大約是一百至一百十元左右 現在我們是賣的 大約是二百八十至三百五十元 其實都翻了兩三倍 這樣也很貴很多 我想說回公司的未來的營運 第一件事 鐵礦在俄羅斯開賽 剛才阿明提及過 你越深的位置就越來越貴 而且總的概念 也要採完一天 在公司的營運方面 也要考慮 我怎樣可以持續發展 第二件事 做鐵礦就做了鈦 做鈦 做鈦的話 中國最厲害是稀土 會否考慮 將公司的業務 會有將來的業務發展 是有的 剛才說得很對 礦礦始終會有一個年限 第一個礦礦相對來說較小 年限大約十五年左右 現在正在開設 每一天都有生產 第二個礦礦 我們就叫做K&S 那個是在建設過程中 我們正在建設那間選礦廠 這個礦礦會比前面的 大約三倍至四倍左右 那個年限估算大約四十年左右 四十年左右 所以在年限方面 我們不擔心 因為我們後續還有其他的 未開採 還在堪探階段 買了採礦證 但未大量投入的項目 至於第二個問題 會不會去做其他項目 現在有鐵 有些鈦 起碼做鐵銅 金 我們通常都是做那些 是一間全面性的抗業公司 我們最近收購了一個木的項目 Moladenum 主要是在做煉鋼的時候 一個加工 即是添加的成分 即是金字旁邊做木工 木字 沒錯 那個位置處於一個 陷探階段 短期之內暫時未有貢獻 至於會不會做金呢 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其實的母公司 我們有一間母公司 是在倫敦上市的 叫做Patropavlosk 是一間倫敦富士200指數的 成分股之一 我們母公司拿著 大約65%的股權 我們當初做了一個分賊 他繼續在倫敦上市 我們鐵江燕火 就在香港上市 我們當時簽了一個協議 就是他會繼續 集中在貴金屬的開發 我們會集中在非貴金屬的開發 分工 沒錯 但是他這樣 會不會現在面臨一個很大的威脅 因為世界經濟就放慢 對於鋼鐵的需求 是少於以前 如果這樣的時候 你們出售的鐵粉 或者礦材便便宜很多 這個應該會不會 你們面臨一個最重要的風險 絕對同意 吳先生說得很對 就是 價格一定是我們的風險 那個價格也完全取決於市場的供需 但是很慶幸地 我們看到去年發生了一件事 去年大約是10月份的時候 鐵礦石的價格 的確是跌了下來的 由一個月之內跌了大約30%左右 由高位的170元左右 跌到低位的120元 這就是一個市家 很透明的市家 當時我記得全球經濟有一個很下滑的跡象 更加重要的是 國內的經濟有很多傳聞 當時說溫州老闆又會走路 一些企業就會倒閉 銀行又會有壞帳等等 於是一下子就跌了下來 但我們很慶幸看到 一落到120元 在下一個月就反彈了 我們後來問國內的行家 原因就是 那120元已經是大部份 在國內的小型鐵礦石生產商的成本 生產成本 對 是指標 沒錯 兩位說會不會挖一噸就虧一噸 其實是不會 因為如果挖一噸就不挖 或是停下來休息一會 消化了 就會造成的情況 就是突然間市場的需求 就會少了一部分 就是這班人不生產 不生產就導致供應就少了 但是需求就會繼續 因為你知道鐵礦廠 就不可以說今天不生產 我關掉熔爐去 下個月才怎樣 可能更昂貴 更昂貴 而且成本效益就很低 所以他們就會繼續生產 所以希望 今年我們就不會再見到 120元的情況 這個也是一個 建底指標 建底指標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你 胡先生 謝謝你 麥先生 解架企業成功之路 分享創富經驗 財虹世大